究竟发生了什么 将让吴京当众指责导演是个骗子 我被骗到了这种出品 这个有些 你是一个骗子 一说起这个事 吴京就满满的都是心酸 原来由于流浪地球是不科幻大作 需要不可想象的资金支持 为了省点钱 郭导便打算找个演技好片酬低的人 白眼刘培强 可他找遍整个娱乐圈后才发现 压根儿没有这样的人 郭导一发愁就跟吴京喝起了酒 吴京身份仗义 反正自己闲着也是闲着 索性就帮兄弟一把 听吴京这样说 郭导可高兴坏了 当时吴京的战狼二风头正盛 让他客串不就是免费蹭热度了吗 为了把这个热度蹭到底 郭导还特意把吴京拉进了出品人名单 然而拍着拍着 吴京就发觉不太对劲 说好的只客串几天 郭导却使劲给他加戏 拍了31天都没拍完 我怎么客串 我怎么客串了30几天 行 没关系 为了我们的客观事业 客串吧 不过身为演员 气氛多了是好事 他倒没有在意是吗 在尿过了一段时间后 郭导却可怜兮兮地对他说 郭导 吴京一听 瞬间想起自己以前 拍摄战狼时的心酸 现在他有实力了 应当支持一下同性相连的人 何况他都是出品人了 不出这个钱也说不过去 于是吴京大手一挥 直接投资了6000万 我都参与进来了 我又不死吧 然而吴京还是低估了 科幻片的费钱能力 没过几天郭导就又缺钱了 这次他更过分 竟要求吴京不要骗筹 虽然郭导的行为有点过分 可吴京不缺钱 所以还是答应下来 就当为伟大的科幻事业 做贡献了 可等拍完后他才琢磨过来 自己明明是来客串的 现在不但零片筹 演成男二号 还莫名其妙投资6000万 这不就是空手套白狼吗 于是在电影发布会上 他就当着广大媒体的面 狠狠地吐槽了郭导一番 不过这都是开玩笑 他之所以这样说 就是为了给郭导做宣传 就是想告诉大家 他在流浪地球里戏奉很多 郭导也没辜负这份好意 上映之前把无精的噱头 做得很足 尤其还把无精的照片 放在宣传海报C位 果然观众很吃这套 等影片一上映 便争先恐怖地抢票 后来流浪地球仅用6天 票房就突破了20亿大关 最终更是以46.87亿的成绩 成为春节档的一匹黑马 要知道那一年的春节档 可只有星爷 成龙 宁浩 沈腾和黄博 这一种极具竞争力的大咖 流浪地球能火出圈 实在不简单 不过最幸运的还是无精 莫名其妙地白赚几个亿 说好听了叫共赢 说白了就是减来的 在拍摄流浪地球时 有大量场景需要特效之称 几乎每一秒都在烧钱 在前期的拍摄中就超出一支四五次 再加上大批演员的片酬 导演穷得就差吃盒饭了 本来某达是想投资的 一看这烧钱程度 瞎得连夜跑路投资别的电影 最后还是无精站出来 才帮郭导解了燃眉之计 为了节省开支 郭导可没少费心思 用不起电动威亚 就用传统的人力威亚 影片的不仅面积高达10万平方米 相当于15个足球场那么大 地下城和空间站等室内场景 全部都是实景搭建 而在搭建这些布景时 郭导特意用了相同的布料 设计场景布景时 也都是用了相同结构 就是为了拍摄其他场景时 能把前面的布景材料 拆了反复利用 还有影片中出现的校服 郭导原本打算 请专人定制一款2075年的款式 可他看看卡里的余额 别说设计和制作成本了 就连买一批现成的都很难 无奈之下 只好到附近一所中学里建了几十身 甚至就连最重要的宇航服 都是从隔壁的疯狂外星人剧组建来的 可即便这样 拍摄时还是花钱如流水 眼看影响到了拍摄进度 过到之后自掏腰包 拿出一百万来 制片人也贡献了几十万 虽然这些钱在常人看来 一辈子都很难挣到 可拍起电影来 尤其是这种大制作 根本撑不了几天 制片人一咬牙 又把车子卖掉投入进去 要不是家人拦着 估计房子也卖了 最后摄影导演看不下去 自费几百万买了一批摄影器材 然后再低价租给剧组 可在开启国产科幻大门的伟大事业上 这点贡献只是杯水车薪 郭导曾经算过 全片拍下来 需要资金比预计多出了整整一倍 为了用最少的钱拍出最好的效果 郭导天天想着怎么白嫖 有一次他突然听到 隔壁外星人剧组传来欢快的笑声 他本来想过去凑凑热闹 缓解一下心情 不料意外却发现有块场地 非常适合流浪星球里的一块室内布景 可他不好意思开口 只好让刘慈欣出面 正好刘慈欣是两部电影的原著 反正都是自家孩子 联邦郭导把场地要了过来 将来能花最少钱办最多的事 相比郭导在日常生活中 也是个勤俭持家的好男人 这是达叔最看重的一部电影 也是他付出最多的一部 为打开国产科幻的大门 他忍着病痛连续工作一百天 而这也是他演艺生涯中 入住剧组时间最长的一次 鼻舌的他已经66岁 并且有重病缠身 可为了还原角色的古灵精怪 跟着一众演员整天上窜下跳 由于体力消耗太大 每拍一个镜头就要欺养 有时甚至还有生命危险 要用救星丸才能缓过来 导演不忍心 多次提出要用替身 可达叔坚决不用 影片后面出现的宇航服 都是剧组专门定制的 重量高达70斤 佩戴飞机就算了 吴梦达还每次一穿就是一整天 拍摄高空坠落那场戏事 郭导在片场准备好了氧气瓶 甚至还叫来了120 随时准备好抢救的准备 达叔穿着宇航服被威亚掉到空中 试完几个镜头后 本以为立马就能开拍 不料他低头一看 动作导演还在商量该怎么拍 为了不打扰大家 他就那么默默掉了几十分钟 即便缺氧到差点昏死 也咬牙坚持下来 哎呀我在上面可辛苦 缺氧就哭 我真的哭了 这辈子拍戏第一次 等工作人员反应过来 把达叔放下来后 他哭了 这是他这辈子 因为拍电影第一次哭 有心酸也有欣慰 达叔为流浪地球的付出 是有目共睹的 他塑造的韩子昂 在保持以前调皮可爱的特色的同时 有了更多的情感抒发 当大家在影院看到这个角色时 还发现那个已经长时间 没露过面的猥琐大叔 演技还是那么好 可没人知道的是 这部电影却成了达叔最后的绝唱 电影一杀青 达叔就住了院 从那以后身体状况就每况愈下 虽然后来他参加过综艺节目 也接触过媒体采访 看起来似乎很健康 可实则病情已经恶化 直到2021年6月 达叔病情急转之下 最终因抢救无效与世长辞 一代大师的落母自然令人惋惜 可对达叔来说 能在国产首部科幻大作中 留下自己的身影 此生已经很值了 而这都多亏了郭导的支持 其实一开始达叔是没打算出演的 并科幻片很费力 他年事已高 已经折腾不动 在这当时他对国产科幻片 并没抱有希望 甚至一度怀疑 流浪地球的剧本是好莱坞扔掉不要的 我是完全没有信任到 这个剧本我刚收的时候 我觉得 哎呀不会吧 我们中国人拍一次机的缺点 因为科幻结果 不是我们的专场 但经纪人告诉他 这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大作 无论原著还是剧本剧情都是中国人创作的 达叔一听立马看了看剧本 果然被里面的故事打动 为了支持国产科幻迈出第一部 他咬着牙答应下来 然而进了剧组 刚两天他就有点后悔 因为这电影拍起来实在太累了 但没没想到 为打开中国科幻大门做贡献 是件十分骄傲的事实 他就充满了动力 游浪地球的成功固然值得所有国人开心 可以提起达叔 人们更多的还是想看他与星爷同框 有人曾问过达叔 他还会不会跟周星驰合作 达叔说 如果自己没死 周星驰还没退休 两人就一定还有机会合作 只可惜终究没能兑现 这成了达叔和星爷最大的伤痛 也成了我们心中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如今我们只能再次像这位 曾经给我们童年带来无数欢乐的可爱达叔 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您一路走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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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元 情节 edit 如今的 плохо 今的那吉利家 ��授出来 rédu ange影响 去必竟 Fields theories tell 长ka france 叫妈 再来 个生 愿